明星不碍事能有多明显 当年买超张佳妮参加节目时 买超对张佳妮无微不至 可现在出去活动时 买超为了不和张佳妮牵手 故意将手背在了身后 甚至张佳妮摸下买超口袋 买超都会直接将她的手打掉 同时还可以保持距离 过去从那时 两人感情就已经有了预告 并且和买超结婚八年的张佳妮 曾在节目上询问买超 什么时候把婚礼办了 可沉浸在幸福中的张佳妮 没有等来买超的婚礼 却等来了她出轨的消息 事后张佳妮的回应 更伤人感到心酸 爱得起放得下 郑军和刘云参加节目时 郑军等台现场 却在选歌时提起来灰姑娘 刘云立马上台制止 丈夫当着你的面 唱些给其前妻的歌 是个女生都接受不了吧 你是觉得就是 我在这里跟你那个说话 你不想跟我说话 你烦是吧 我非常非常 我非常非常好的礼貌地 跟你说话 你根本一样 你像观上的一样 根本不轻意 你知道吗 对吧 怎么答应我的 你竟然还要唱灰姑娘 她跟唱灰姑娘 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就是你从来 就是灰姑娘 为什么不能唱灰姑娘 我都不知道 为什么不能唱 观众要听我 如果唱灰姑娘怎么了 有没有问题 怪不得大家都说 什么时候离婚 取决于刘云 能够忍到什么时候 当年杨幂产后 付出的状态 真的很惊艳 整个人 不看透了一切 眼中再也没有当初的快乐 现在觉得结果不重要 觉得爱一个人的过程很重要 因为结果都那样 都那样 杜淳和妻子王灿参加节目时 王灿已经到了孕晚期 可杜淳却丝毫不了解孕妇的禁忌 并且已经有老婆孩子的情况下 心理相忧的密码 竟然还是前任的生日 而且明知王灿很建议 他却满不在乎的 说了一句懒得改 我前两天去箱子里找东西 我发现你的密码 还是前任的生日啊 懒得改 怀孕好几个月 唯一一次丈夫陪同产检 还让王灿含了心 因为王灿体质不好 怀孕后就长了个囊肿 一般来说 随着怀孕时间往后 囊肿就会越来越小 但王灿囊肿却越来越大 甚至危害到他自知难全 可当医生 询问身为丈夫的杜淳 有什么需要了解的吗 杜淳却刺个大牙笑了出来 爸爸这边有什么想要了解的吗 老婆博汉没什么问题 我也不太懂 看到杜淳的态度 王灿再也绷不住了 直接在镜头前崩溃大哭 原来不爱了 真明显 明显强行加戏有多尴尬 2019年的湖南晚会上 微博前脚刚带完招呼 收获了粉丝的掌声时 后脚就被谢娜抢了风头 背望横打断后 谢娜直接秒变黑莲 新美娟掌获金基奖影后时 准备上台领奖 没想到却出现了离谱的一幕 作为颁奖嘉宾的刘晓庆 非但没有将奖杯交给新美娟 反而将新美娟推到了一边 自己站在了四位 不知道的 还以为她才是获奖人呢 直到旁边搭档提醒 刘晓庆才恋恋不舍地开始颁奖 只是她却直接将奖杯高高举起 单手递高了新美娟 相较于刘晓庆的傲慢 新美娟表现的就十分明淡了 抬起双手自然地接过了奖杯 这场谢居清的颁奖礼才算结束 巫师公里桃花屋 举办首场派对 节目组为了展现 YP级别的回忆杀 现场放弃了 环珠格格的主题曲 就在大家期待周杰在线经典时 孟茨一却一把抢过对方话筒 开始激进现场 先不说唱得有多难听 就是看周杰盖在半空中的手 就知道孟茨一这一行为 有多不礼貌了 而能与她相提并论的 还有周杰雄 在某作用中 本该倒思后雷和纳英的环节 让两人还原女儿国情景 周杰雄却在旁边抢金的风套 歌曲一响起 周杰雄就冲到了最前面 自顾自地跳了起来 杨迪几次三番提醒 都没能将她拉回来 直到纳英上前警告她 扫手弄自周杰雄 才不得不退到后面 这镜头抢的呀 可以说一点礼貌都没有了 娱乐圈里的生育机器 当年 吴佩岑正属于视野 滴风机 却毫不犹豫地选择 做了豪门的生育机器 短短六年的时间 吴佩岑身了四胎 并且还都是抛妇产的方式 直到41岁 才宣布不会再生了 可惜 未婚先孕的她 却迟迟没有得到好门的认可 直到今天 都依然是季晓波女佑的身份 蒋丽莎和陈浩铭结婚后 便在短短五年时间里 给陈浩铭生下了四个孩子 同样也都是抛妇产 而且每次抛妇产之后 都不做月子 更别提 慢慢调养身体艺术了 也正于如此 蒋丽莎一度被网友质疑 早已沦为一胎 生育机器 对此蒋丽莎却不以为然 甚至还在采访时宽医生 称袍妇产完全不痛 但话算如此 蒋丽莎的身体状态 还是出卖了她 今年才34岁了她 看起来比大她16岁的陈浩铭 还要老 而且尽先逼她 怎么说 都是对自己身体 不负责任的表现 郭碧婷嫁入豪门时 可谓是被自己婆婆 一手操扣 讲到初 郭碧婷和向左 一胎女儿刚刚出生 向台向左 就纷纷下场虽生 两人话里话外 都希望郭碧婷能生三胎 果然没过多久 郭碧婷就宣布了怀疑二胎 向台还大方炫耀 这胎是个男孩 三年爆俩的频率 实在让人不都不怀疑啊 郭碧婷 终究还是沦为了豪门的生育气气 但好在向台从不亏见她 一胎女儿就奖励 价值上亿的豪宅 二胎儿子 更是直接拿出两个印 和各种金银钻石套装 向来也是郭碧婷自愿的 毕竟仅仅生了两个孩子 就竞争好几个亿 可是别人想都不敢想的 当初 郑碧婷在事业当后期 选择吸引 加入豪门和袁文通在一起时 家里人就极力反对 可当时的她一点都不进去 先是偷偷地和袁文通领了证 又抛弃一切 和丈夫远赴美国 一待就是二十年 当大家都以为她找到了幸福 今后将过上父太太的生活时 现实却是 自古豪门都想要儿子 袁文通也不例外 于是在这二十年中了 郑碧婷怀孕八次 一外滑胎四次 最终为丈夫生下三女一子 因为一个亲子 让自己变成生育机器 丢失了二十年的大后年环 不知道她最后有没有后悔呢